民众用手机拍到对面河岸滚滚泥流 沿着道路直接把两辆车子冲走 可以看出洪水非常湍急 这里是奥地利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山区 也就是滑雪圣地圣安东 会爆发洪灾 主要是因为周末几乎整个奥地利都遭到好雨侵袭 就连首都维也纳也是多地淹水 根据奥地利官方媒体指出 这是维也纳史上八月最高的雨量 导致当地交通陷入混乱 铁路停摆 那么维也纳消防部门17号一天 就一共接获超过450件报案 光是维也纳北部的德布林地区 官方记录的数字显示 周末降雨量达到每平方公尺110公升 已经打破当地历史记录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